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年的第一号台风黄风 已经减位热带性低气 那么今天早上气象局也已经解除了 海上的台风警报 那么它目前的中心位置 还在我们台湾附近 有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东南部的外海正附近 并且逐渐要往东北方向远离台湾 虽然说没有直接对我们台湾造成影响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南部东半部还有北部的海面的话 这两天的话 这个风浪可能会稍微比较明显 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 另外就是跟热带性低气 这个距离比较近的东南部地区 还是要留意水气稍微比较多 可能会有短暂的阵雨 那么其他地方 今天都是受到偏南风的这个影响 今天各地都是相当炎热的天气 那么在山区也有一些 午后的热对流发展 那么预计明天也会是类似的天气 明年白天同样是比较炎热 而且午后的热对流 但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 就是礼拜日开始的这个重头戏 就是今年的第一波这个 水气比较多的美与封面游戏 在礼拜二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而且会在我们台湾滞留一段时间 从礼拜二开始一直到大概礼拜六 这个封面都在我们台湾这附近 一直往西南方延伸到中国南方的广东这附近 那么一直到大概礼拜天 甚至到礼拜一的时候 整个封面的水气才会逐渐减少 甚至大家可以看到下礼拜的时候 可能封面在我们台湾这附近 整体来说可能都还是持续一个 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所以提醒大家接下来礼拜二开始 我们台湾会逐渐进入一个 比较不稳定的状况 而且水气很多 至少到礼拜六之前 礼拜二到礼拜六之前 都是水气比较多 而且大气相当的不稳定 容易有对流发展起来 所以全台湾各地都会有下大雨的机会 甚至都是这个大雷雨 雨势都会比较明显 长时间的这个下大雨 就很容易有一些激淹水的情况 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有机会的话 赶快找时间检查一下我们居家环境附近的排水设施 是不是畅通 因为接下来雨这个就会下得比较明显一些 接下来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 提醒大家 这一波这个门雨封面大家要提高警觉 你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温度趋势图 对于北部来说的话 礼拜一之前都还是算是比较炎热的天气 中午高温都还只有33 34度 礼拜二开始最主要是受到 梅雨封面来下来的影响 因为云量变多了 甚至下雨 所以中午高温稍微往下降了 降到大概27 28度左右 会稍微比较这个有闷 比较闷热一点的这个感觉 但是温度没有那么高了 南部的话也是有受到影响 南部的温度礼拜一之前 也是大概都30度以上 但是礼拜二开始之后可以看到 这个中午高温也都下降到大概29 30度左右了 那么在这个未来四天下雨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礼拜一的话 还是以午后热对流为主 大概也是以山区为主 但是礼拜二开始之后 封面云系南下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都是在封面云系的这个影响时间之内 群人各地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虽然这三张图有一些地方是 这个颜色比较深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梅雨封面下来 梅雨封面这个里面有很多 比较容易有一些要中小尺度的 一些对流运气发展 所以有的时候雨会下在哪边 其实变数是比较多的 所以全台湾都要特别的留意 这一次礼拜 礼拜三 礼拜四 甚至到礼拜六之前 都会有下大雨的这个机会 甚至是大雷雨 所以提醒大家都要提高警觉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还有一些地方 我们中央部地区可能散去 不是很稳定 最主要是可以一些 这个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可能延续到晚上 那么到明天的话 各地天气跟今天还是比较类似 明天白天 各地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可以看到都有下雨的图示 因为明天的话 全台湾各地的午后雷震雨的几率 都还是比较偏高 因为封面雨气正在逐渐的接近当中 那么再加上有些偏南风上来 所以午后热对流会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提醒大家明天的话 前往山区也还是要特别注意 而且也仍然要特别留意 这个炎热的天气 那么礼拜二开始就是 梅雨封面的这个重头戏的影响 大家要特别的来提高警觉 要赶快做好一些防汛的准备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礼拜一还算是稳定 晴朗炎热 但是会有午后雷震雨 礼拜二 梅雨封面就会报到了 各地要沿防大雷雨 而且持续到礼拜六之前 至少礼拜六之前 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天气 提醒大家要提早做好这个防汛准备 也快要进入讯息了 那么这件事也提醒大家 这两天赶快有时间的话 赶快检查一下 局的环境是不是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还有 你有什么 用